我們上禮拜就主要教各位怎麼樣準備國家提示 可以開始做一些土地稅的概要的簡介 此外我也談到說當我們在準備土地稅法的時期 會帶到一些像李軍立權或土地法的觀念 那有些時候也可以增強你在土地法的一些實力 因為土地稅法有很多的調委 民意地也調委 尤其是稅的部分是創立的 所以你準備土地稅相對的準備土地法 因為它是一科的很好 那我們那一天它上到了地假稅 我們今天希望用一個多小時再把地假稅直接拿上來 我們希望下一次上一次就把土地稅的稅區都上完了 那我也再利用這個計算題 我後來想一想開始利用比較後面的時間 再來一起上 那一天上到大概第12頁對不對 我也請你先回去看那個土地 他在談所謂的納稅義務人的時候也談到三種 主要談一般情形 那幾種這三個一定要就備起來 那價格來帶來情形 可以信託才來情形 可是信託呢 這邊有出 有成立國家考試經常出的 包括高考 包括地上市考試都有出貨 他的信託的地價稅是怎麼計算的 那也許我們會在總部系的時候 特別講一個信託的稅務的專利 特別針對地價稅 土産稅 房屋稅跟氣稅 有規定的部分來做整理 但是我們待會上到稅基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可以很清楚的再回來看 他是如何來計算地價種的 所以我們先從十三頁開始教 這十三頁先講地價稅最重要的兩個 兩個因子定義 如果你這兩個因子定義被的時候 地價稅就在計算上面一定會有一定的基礎 所以這個稅額計算的因子 稅額 首先我們要先背兩個 第一個 第一個叫什麼 地價種額 打一個比喻 他這裡講的就是用人為單位 所以他把改革都不會分斷 每一所有全人在每一隻轄市、轄區內的、土地的家種 經過核列歸附策的家種的總額 簡而言之 我如果在很多縣市我有很多土地 那我新竹縣我有六比 新竹縣 這個單位 我 這六比的地價 因爲什麼 申報地價加起來的總額 來跟我算什麼 地價稅 所以這叫什麼 地價總額 但是我們要把關鍵字這樣看 這個一定要回去背 申報稅的這個第十五的觀念 一定要全部背 第二個觀念 他告訴你 那我們來計算 地價稅待會我會講的 有一個叫累進稅率 叫固定稅率 但是他怎麼來算這個開始 開始適用於高一階的稅率 這個就是累進 開始適用於超額的高一階的稅率 所以他這裡就會規定一個叫做 累進起點低價 那他把它定義的清竹 所以他定義就是說 台中市就會跟新竹縣不一樣 因為新竹縣的基礎的價格 平均的價格是不一樣的 現在沒有台中市 台中市 所以他就以每一隻轄式的幾公母 七公母的平均地價 後面尤其是那個淡數很重要 有不含四種土地 所以把淡圈起來 工曠農年圈起來 如果你這一句話背得很熟 我認為如果經紀人 今年他就特別叫你把公式列出來 他把很簡單的公式 這一個就很簡單了 他會考公式 大概只有考 代數考慮的 代數考慮的那個 房屋標價錢 有可能 你把它列出來回家了 經紀人 你只要背兩個公式 可是這兩個公式都不用背 你只要名詞定義熟了 我待會推給你看 你就一定會寫得出來 所以他會考你的兩個公式 在地價稅就會考那個叫 美近期的地價公式 在土稅是不點規 在真子稅就有土地漲價總數 就是兩個 營機器人交費這兩個 有夠費 萬一他今天考出來就賣弄一件 再把它寫一段 必得高的 會寫出來的不讀了 了解嗎 但是經過我們上面教過的 應該全部都會寫 所以什麼叫做地價總數 來我們開始講講 這個十三頁的上方那裡 代價代扣稅款 一方寫多寫幾個字 地價稅的代扣款 因為這裡他講的一個史記 就講說 如果萬一我們今天被徵收 或者被收買的時候 那有欠稅啦 對不對 有慰納的 所以你看第二項 哪發現 因為他要講的古地徵稅 我第一個 合計他古徵稅 因納 或者是 他因納慰納的什麼 地價稅 然後 基增機關十五日內 把清冊送給這個 徵收收買機關 他就可以代扣 因為我們今天講到什麼 地價稅 這個一個觀念 十五天圈起來 這個十五天 萬一今天靠熊特地就靠這一題 那你知道說今天徵收 一般很多會被三天 所以你要我們在上經濟相關的時候 我就跟你講哪些特別的日子 你要特別被清楚 好不好 接下來看下面那個剛剛講的叫 那個地價總和的定義 兩段 來從那個每一所有權能 發現 大家分喔 每一所有權能是一個段落 在每一什麼 直轄市或縣市下去 發現 得 地價總和 你說 這什麼地價總和 根本沒有解釋到 對不對 他只是告訴你地價稅要按 每一所有權能 我剛剛會解釋 我還在身體管六天 我還在台中三天 那三天 加起來的 什麼地價總和 要來科我 科什麼 地價稅 他馬上解釋 什麼叫地價總和 發現 因為你說 欸前面那個 每一所有權能 依法定程序 我們那一天有叫規定地價的程序 還記得啊 記得嗎 或重新規定地價 每幾年重新規定一次 三年 來 核列規戶策 你可以後面幫我補充幾個字 它是以土地為規戶範圍 因為最近在講地價 所以他講什麼 所謂的規戶策 平均地權大概是在第十六條 司儀系則那十六條就有講到 它是以土地為規戶範圍 就是以什麼 人跟什麼 執俠師或什麼 限制下去 但是土稅平寫得非常好 你只要背這兩段 經濟人就夠強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再看一下 所以他在平權師的十六也有談到 應以所有權人在統一之下司或現世之土地為規戶之範圍 這個地價總額這兩個要去記喔 地價只有兩個名字定義要記 如果經濟人就立即一出局 這兩個看看 什麼叫累進起點畢價 剛剛講過 發現從這裡開始發 土地所有權能的地價總額 達到開始適用的均稅率 所以我們待會兒在講稅率的過程當中 一定會講什麼稅率 什麼 這裡就馬上帶到一個叫什麼 累進嗎 累進 累進就是到某個 達到哪一個點的時候它要再 超而過分要再進一節 對不對 累進以外會有一個什麼稅率 採取固定比例嘛 懂嗎 所以我們繼續看喔 那它講累進起點畢價是以各該之下司 宣傳幾公母 幾公母剛剛講過 上次問過 有沒有問過你們 七公母多大 七百 你旁邊就補充一下 七百零公司 不要哭幾題結果你不會問 不要考太小題 他通常考三公母 萬一可以考七公母 一公須多大 多少平方公司 好 好 好 我們剛剛講的是 各該之下司 幾公母平均低價 七公母平均低價 但 不含什麼 工礦農免 不含就是要把它靠掉 對不對 所以 剛剛老師不是說這一題 萬一叫你考什麼 請你列舉公式 列舉公式就是分母跟分子 乘以幾公母平均低價 幾公母 他既然要算價格 所以上面會出現 金額 金額是什麼會產生金額 立價 你先想 我用關號先想 下面會用什麼 單位 單位的什麼 面積 面積 公母平均低價 他一定要有 所以下面一定是什麼 面積 對不對 然後呢 剛剛講呢 對不對 剛剛講是以什麼為單位 沒所有權在這 沒有 所以這裡就寫 直 或者是什麼 現式的 直俠式或現式 我們去寫簡稱喔 對不對 的 什麼 總面 扣 哪四個 公 我看 龍 面 面 你講對不對 你有空就把它寫一寫 直俠式或現式的總面積簡 工業用力面積 加礦業用力面積 加農業用力面積 加 沒錯 你不是會背上面就全部都會寫嗎 這個再看看 叫什麼 直俠式或什麼 縣式的 什麼 那下面不是在講 降價 所以它是講什麼 總地價 總 這不是講地價嗎 總地價 一樣 扣哪四個 公 地價 礦 地價 地價 農 地價 加什麼 免 地價 那你再好好去寫 欸我有沒有狂狂在下面 叫你喵一次就好 那你回去就來試一次 欸我臨時變成聰明 從它數學有沒有好過 你會發覺 原來有很多數學的定義是邏輯推來的 你只要東西懂了你就推得出來 有人這個量下 我去寫一次 寫完整喔 不可以寫我緊針喔 好不好 寫按照它框框的整個寫完整 好不好 公司列一次喔 我只會叫你寫三個公司而已 獨立稅率 其他的我 我在教累進稅率的時候 我是不教公司 我會用建構數據去教你 所以你不要打 考計算題 你說不好是 對嗎 因為你是在補習班補習 外面等百分之八十來被人欠了 好 好這兩個名字第一很重要喔 地價總額跟什麼 累進期連地價 我們看下面喔 我們接下來看稅率結構 對不對 稅率結構 這邊寫了有三個 基本上喔 第一個 它還是從累進期連地價開始推出來 它是從平均 它是從土地稅法的 第十七法推出來 但是呢 它這裡面就有講到一個 地價稅到底的基本稅率是多少 這個主要是建在土稅的第十幾條 到底是十六條 十六條 它從土地稅法第十六條說 地圖來 那很簡而言之喔 這些講到基本或者是累進稅率 全部都叫什麼稅率 一般的稅率 一般的稅率 這邊有講到固定 或者是待會兒會講到免的稅率 在地壓稅率都把它納入 在稅法本身納入教 是嗎 有一般就有了嗎 有鬼 OK嗎 我們剛剛教過累進期連地價 所以我馬上就要來教地價稅的 累進期連地價加上它的基本稅率 加上一般稅率的公式 簡而言之就是我要加什麼公式 一般稅率 你說找不到一般稅率是什麼 他問這麼簡單 一般稅率就出現在土稅石油 沒有嗎 來 要畫圖 這上面沒有圖 裡面有空白處的畫圖 我們要從13頁底開始畫圖 我們現在要加什麼 地價稅率 地價稅之什麼稅率 一般稅率 對不對 我們這要加一般稅率 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老師寫的幾條線 一二三四 調線對不對 這個寫什麼 累 簡單的那一字他叫做累進什麼 幾點地價 這裡寫幾倍 十五 十五 如果地價稅考十六條 是五行班上課圖畫完趕快做下一題 因為那個200個字你圖畫完 你會寫 可是考試不可以畫 好不好 那按寫就好了 你就按照這個圖去敘述就好了 你這樣知道我意思嗎 我大概會敘述一次給你聽 累進幾點地價以前 按照基本稅率 這邊不是有講到基本稅率嗎 地價稅的基本稅率是千分之 跨前社生比百分比 這是什麼 千支死 只要你繪畫 你就全部都推出來 這個是以前 這是什麼 超過 從這個線開始就叫超過 超過五個科 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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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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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趕快先畫 那我們再來解釋 那如果你在畫的過程當中 你就開始可能 再加一次手臉的時候 你會知道 地價稅的基本稅率為千分之幾 十 未達累進幾點地價 千分之十 超過累進幾點地價 依下地 方式計算 一 超過累進幾點地價 未達幾倍 這個叫什麼 未達五倍 就其超過部分 科真 多少 千分之八 五十 十五 十五 就其超過部分 接下來 從這個叫 未達 從這裡叫什麼 五至幾倍 十倍 就其超過部分 科真 多少 千分之八 二十五 十字 十五倍 就其超過部分 三十五 十五 十五至二十倍 就其超過部分 千分之八 四十五 超過二十倍以上者 就其超過部分 快 千分之五十五 十五 這邊總共快兩百個字 你畫 你寫多少個字 你畫 你寫多少個字 如果外面有人這樣畫 的話 超我 我二十年以後就這樣教了 有人如果是這樣畫 的話 絕對是超我 了解嗎 你把那個關鍵字先 先 全部都畫就好了 你不要發覺 一二三四五 你通通有四個字叫 什麼部分 超過部分 哇 你看對吧 我現在在講文字了 你還給我看 看那個 看那個公式 我跟你講 公式從來未考 那個公式不會考 這你讀好不好 就只有高考他才會考 因為那個 如果他沒有任何數據 他要去推倒這公式半年 半小時了 考那個 這個一點營養都沒有 應該叫統計的人家去弄 對不對 這樣推一個公式要推那麼久 你用原理就好 所以他考你的一般歲率 你只要會 第一個叫衛達幾 衛達什麼 雷記幾秒 把衛達圈幾秒 對不對 基本歲裡我剛剛講過 衛達五倍的圈子 發現 然後最後一個 把那個二十倍以上整 以上整 發現 其他就不難講 其他叫五 五到十倍 十到十五倍 十五倍到二十倍 然後剛剛講這個關鍵字 叫什麼 二十倍以上 關鍵文字都叫什麼 就齊什麼部分 這個超過部分 你們口要到來 不然第三個 上禮拜都不來教了 對不對 要點到啦 要補頭到 好不好 好 累進歲率就是這樣子 累進歲率有減微年值 它非常像一個同期 不過這個是一個基本問題 是零開始的歲 它也就是說從這個零開始 到這裡 到這裡 是一個階 超過這裡 又一個階 超過這裡 又一個階 超過這裡又一個階 超過這裡又一個階 你沒有發覺 它如果以前的部分是在算面積的話 它就算他的嗎 是不是像卡羅的 對不對 然後這一個部分就是講 叫做什麼 超過部分才要刻那個歲 我們在教計算題的時候 都是叫算這個面積 你上讀地歲法 你只要會加法跟成法就好 好不好 可以嗎 你連解法也不會 你不用怕 你只要會加滿 要什麼 第一家座你只要會加滿 大概就 哇 所向無敵 國小二年級就可以來解題了 不信 第四堂各見 那時候就很有成就感 然後你在那邊 拜託拜託 最好考計算 嚇死那些什麼 嚇死那些什麼 一半的生活 不是不信任的地方 來 這個北京稅率請你打 百合姓好不好 那個不是打公司那邊 打這裡 對不對 已經打錯了 下面那是給你做參考 為什麼 那是推出來了 因為他如果 他直接去存 這個人在地價在這裡 這個人的福利在新竹太多了 他可能要喝到千人之十五的時候 可是呢 就打錯了 林先生在 新竹縣的地價科大百合 他那個公司寫的這樣 就從這裡 假如說一樣是零 他就這裡全部都算 所以他這裡全部都算是錯的 因為只能夠算這裡而已 把他大比喻 我的面積如果那麼大 只能夠算這裡的虛線而已 對不對 所以我就多算了這一塊 所以這一塊他在公司裡面寫叫 才發現 累進什麼 差額 他把累進差額的公式推出來了 那我們也推過 推完之後我們就會覺得很簡單 0.005 0.56 0.17 0.0335 0.54 但是我們唸多次的時候 我們全部都寫出來 沒可能離基層後幾課 對不對 你今天考稅務人員還不會講重 沒有意義 因為這是一個公司上面的匯道 了解嗎 所以你只要說背剛講 地價稅的 好來我接下來要算 上那個選擇題了 地價稅的基本稅率是千分之幾 你不要說沒有答案 千分之十 對不對 好 地價稅有幾級 一般稅率有幾級 你要回答六級 地下稅開始適用累進有幾級 五級 因為從哪一個地方開始 一二三四五 剛剛不是寫一二三四五嗎 對不對 開始適用累進有幾級 你說這樣就三題選擇你 那地價稅最高可以刻到 一般稅率可以刻到 千分之幾 你弄到 因為你在看的題目 答案不出來 來這四題公司 選擇你 我們上次 下次再交其聖體的時候 就可以知道它的面積怎麼來 好不好 我剛剛講的你只要會成 加吧 跟什麼 先會成吧 後面會加吧 你看多簡單 差不多 上到國小二三年級的時候 就跪了 對不對 地價稅 對不對 一般稅率是這麼簡單 一般稅率就是什麼 累進了 反而地價稅率優惠 這樣擦掉嗎 再講一次 就是 就要把 累進起點的地價 從頭擦一次 你回去擦一次就好 靠前再擦 你不擦嗎 你沒有關係 你只要會背得出來 底個蓋子夾是幾公尾 幾公尾 幾公尾地價 下面是面積 上面是什麼 下面是什麼 面積上面是什麼 地價 然後總 面 減 工況農民 總 額 減 工況農民價 我看你們這些人一定有很多人來得洗 擦掉 一般稅率我們先擦掉 來這個單元 接下來看那個地價稅優 如果把這個上完 差不多地價稅要上完了 你知道嗎 因為它最難 最難 但是經濟人考是它考的非常簡單 我們剛剛講過 地價稅有一般 它會不會有固定呢 固定的狀況通常是出現在 什麼 我們稅率 優惠 我就直接講它是優惠 所以優惠可能 包括它是固定或面 它也通常把它寫在裡面 地價稅的優惠稅率 基本上我這邊寫五種 我寫五種 可是我總共跨頁寫到第六 對不對 那第六我是把 有一個選擇理會考的 叫做小額的稅款是 免贈 免與可贈 所以先把第六個比較簡單 圈起來 第十六頁 把一百塊圈起來 然後呢 你為這一個等於為兩題 土地增值稅 每一筆的 少於多少免贈 給你猜 趕快 一百塊 所以一樣 土地稅馬私行系者的第三條 它最重要講的這兩個 那土地稅 因為我在新竹間土地太少 所以後後都弄起來 我剛剛是一萬分之一而已 所以我就只有八十五塊 但是我就地價稅就是八 年 對不對 這十四頁其實 正不只講 你們講過 下次再那個 正值稅的時候 這個也不在哪 低於多少 免 一百塊 那這個要開始要抄 那接下來要抄五個 我們先用簡單的 第一個叫什麼 治國勞 不是自然國語跟勞作 是自用住宅跟公民住宅跟什麼 勞工宿舍 不錯 比較知道 你們現在全都不錯 因為你們 不能夠除了老師說 你才會家吧 跟什麼